睽違五年亞洲區塊鏈高峰會 即將回歸實體舉辦 8月6號到8號在南港展覽館擴大舉行 就是因為區塊鏈發展越來越廣 不只藝術家投入數位藝術創作 傳統電子廠商推出頭戴裝置 探索元宇宙應用 甚至有超商與交易所合作 消費累積的點數難換加密貨幣 今年大會主題更搭上目前最熱的AI AI的潮流非常的盛行 我們也把AI跟台灣一個特色 叫做數位民主 然後把它放進我們這次的展場 Acer ASUS這兩大廠 其實都入住 已經在區塊鏈產業 已經佈局了好多年 高峰會邀請區塊鏈界的代表 像是身家破罩的以太坊創辦人 V神韋塔利克·布特林 將與前書發部部長唐鳳 好萊塢明星高登里為同胎 宏基創辦人施政榮談數位藝術 同時邀請國內銀行金管會 還有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委員 Hester Pierce 針對監管法律議題交換意見 我們國內加密產業的發展 跟目前我們專法要影響的方向 我們在一個專法前的草案期間 那這個時候正是我們民間產業 最大力去想說讓政府了解 我們民間已經可以做到什麼程度的時刻 這幾年台灣區塊鏈發展 金融業外也橫跨藝術零售領域 今年預計會有來自36國 超過1萬人參加這場區塊鏈盛會 影視新聞綜合報導